好 撞死乘客的这个舰车司机 林姓司金呢 昨天晚间是已经投案之后 移送了地检署 那么检察官今天复训之后呢 申请羁押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柯英卿来告诉我们 英卿 这里主播在撞死乘客的林姓驾驶 在今天的凌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 是送到台北地检署 检察官也上任正罪来申请羁押 算是嫌犯目前还在等待开家庭 不过呢检方稍早也做出了说明 来听听承办的检察官吴小田的说法 死者在车上吵架 然后死者一直骂他三字经 还有用手打他的头 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气愤 然后在死者下车之后 他是想说就从后面开车过去 吓他 在靠近他的时候就停下来 可是他在靠近他的时候 他说他踩下车 所以才会这样撞上去 那我还是觉得说他应该是虚异的 你做文文的生涯 他最重要的理由是哪些部分 是认为他就是犯罪嫌疑重大 然后他说他居无定所 然后这个罪又是属于 杀人罪是重罪 所以就像保安身体系一样 当时凶嫌是向检察官声称 他原本是想加速靠近这个毒性死者 想要吓吓他 但是没想到脚刚抬起来 要踩沙尘的时候 又错踩成油门 不过因为这个驾驶 他有开车有十几年的经历 因此检方不踩信他的说法 而且他是犯行是蓄意 而且还是故意的 虽然目前这个嫌犯 还在罚警的拘留室 等待开机 压停稍后有来自台北地方法院 最新的状况也随时为你掌握 时间交换棚内 好 检方现在认为呢 这个建车司机呢 他是蓄意的